嗨 表弟妹 就是身為全球首席 International中東遊艇協會的會長 and 就是骨灰級的控油底妝玩家 我本人呢 噢 根本名字好長講 我就差點斷氣了 今天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六款專櫃底妝 是粉底啦 沒有到氣墊那些 其他底妝內型都先不算 粉底呢 他們到底哪邊不同 那天前陣子有人留言說 他覺得聽我講的就是中東遊艇 聽得非常的膩了 所以我就想說 嗯 OK Fine 那我改 柯威特遊艇好了 我真的曾經真的是一個柯威特人 然後 他說我們國家人每個人 就是一個人都會有兩到三輛車 因為我們國家挖石油太有錢了 我就會覺得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好呢 好 那我今天的這一集呢 就是為了創意 我就是柯威特的油田 那柯威特的油田小姐呢 我是真的所有美妝KOL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命真的最差 我真的就是皮膚好像就只有我 就是最油 我的油真的不是誇張 因為你們看到我才剛補完妝而已 但其實呢 剛剛補妝之前非常的恐怖 因為我們哪一款粉底呢 等一下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今天這六款就是專櫃的底妝 大家都一直講說控油 控油 控油 那想說到底就是差異在哪 每一款的特色 每一款控油的程度 持妝程度都不一樣 那等一下我也一款一款 就是仔細的分析 就是身為 什麼 骨灰級控油底妝玩家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你知道關於控油的事情 真的就是 聽我的 因為SOKEO就是我命最差 就是乾肌跟混合肌 讓我非常的羨慕 我已經做好了一個圖了 所以 先跟你們分析一下就是 油肌這件事情的程度好了 我做了一個表在這邊 油肌我就分為一等級到五等級 那五呢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網 我可能是六吧 就網就是 愛莫那樣子出油 那一可能就是 是油 但是可能就沒那麼油 但是我用怎麼分辨呢 就是你洗完臉之後多久開始出油 所以是相反的 醉油就是 癌莫患者的那種出油方式呢 就是洗完臉 可能一個小時內你就會出油了 我可能就是 夏天半小時我就會出油了 所以呢 這個數字你們看到會是相反的 那它就是你油的程度 這是我自己自創的量表 我自創 對 不要再拿什麼皮膚科醫生來煩我 我個人就是真的就是 親身腳踏實地 當了35年的 就是油皮跟抗痘 抗粉刺的人 就 這件事情就是我說了算 Yes 就總而言之我自己認為 就是一小時以內出油就是5就對了 所以你要先去分辨一下 你的油甜 你的皮膚是1到5 你是哪一個level level1還level5這樣子 那首先呢 我又做了一個就是 全新的表格 首先我今天講的呢是 大家先看第一款是 這個亞絲蘭黛鼎鼎鼎大名的 就是粉持久 真是我初戀初戀的 控油底妝的粉底 已經講太多次了好 那我今天的這些量表呢 我就分就是 持妝控油毛孔跟遮瑕 還有妝感 那我先說了 這些都是程度不是分數 因為你要去根據不同特性 我等一下會解釋 不是說你就是持妝控油 顆星到10顆星你要往10兆 不 如果你是混合肌你往10兆 你真的會7孔流血 或者是如果你皮膚油的程度 level是1的話 你往10兆你也會7孔流血 你就是直接就是擦上群點 就是乾裂 所以你要去評斷一下 你到底是哪一個粉底 這些都是程度不是分數 那我來給你們講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粉底 所以我覺得行銷廳可能真的是有點 不知道什麼是 可能有點時空挫折 等一下這我也會講一下 那這個呢 雅詩蘭帶粉持久 它非常非常知名是它控油的程度 那控油我現在等一下 都是1顆星到10顆星 都是程度不分數 雅詩蘭帶粉持久呢 我就是持妝給9顆星 因為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持久 它的控油程度呢 我給8顆星 但其實你不覺得 持妝跟控油這兩個字 其實我連我自己都有點覺得什麼 到底有點confused想說到底是怎麼分 好控油就是你上了妝之後 越慢出油的話 那個控油的顆星數會給越高 原本你上保濕底妝可能半小時就出油 但是你如果我上牙膝蘭帶粉持久 可能真的可以撐 3到4個小時 4、5個小時 但是 這個就是你自己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那它控油程度呢 我的level是5的那種等級 就是往癌磨患者的那種方式在出油 我呢就是給8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持妝程度呢 持妝程度 可能就是它你出油之後 然後用瘟子按掉之後可以按掉多少啊 這樣就是 它在你臉上就是停留的程度啦 我是這麼覺得 然後會看會不會裂啊 或是出油之後會不會變成就是 變形蟲 或是卡毛孔 就是白芝麻 或者是就是粉就是浮到 我要講隔壁縣市 要說沒創意 那我粉浮到美國 總行了吧 這樣夠遠了吧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持妝程度非常好 我給它9顆星 但是因為如果你持妝程度 跟控油程度越高的話 就相對代表 其實它保濕度上是沒有這麼這麼的保濕 它會覺得偏乾 因為它就是要給油機人用 那再來毛孔呢 它滿修飾的 毛孔它大概有8顆星左右 那遮瑕程度呢 我也給8顆星 那它的妝感呢是全霧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平均程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它真的非常適合就是 油田LV3以上人使用 一的話你可能或許 可能會嫌它乾 我覺得LV3以上人 夏天40度用是完全非常safe 你就會想找到你的生命伴侶樣 它就是我真的人生第一罐相遇初戀的 控油粉底就是它 因為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 我想說夏天就有40度 然後我出去可能就會8小時 12小時15小時 曾經真的一個跟一個小男生聊過天 它還是油田 它說它真的就是瘋到 妝都太不遲 就想說就中午回家一趟 然後全部卸掉 然後整個重化 然後這樣子才會像皮膚像新的一樣 當年那好幾年前 我想說那可能真的就只有這樣了 後來總算遇到了它 它是我入門的第一罐就是 控油粉底 我才知道原來就是中午不用回家一趟 把整個妝卸掉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我就是撐一整天 你都不知道我們尋尋覓密 就是尋尋覓密 控油的底妝到底有多難 再來第二罐呢 也是鼎鼎大名的這罐賣得很好的 是植唇秀的無極限超時清粉底 就是有一次我化妝師幫我化妝的時候 Doris 然後因為我那天惹她生氣 然後幫我用這個 因為我那天帶這個去 我想要用這個化 然後她幫我化了一盤說 天啊這個怎麼那麼水這麼好化 我說你居然不知道你好土喔 這罐不是賣很好嗎 她說怎麼這麼好化怎麼好順喔 天啊好喜歡喔 我就找我當場幫我那罐送她 我說哎我家裡還有 那不然這送你嗎 就知道講說借花獻佛 因為她說她生氣了你知道嗎 趕快就是讓她氣消 這罐呢她的特色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上 因為很水 因為她是已經講她是清粉底了 她的持妝程度對我 先別去再強調一下 我的level是五癌莫患者 所以她對我來講的 持妝程度是六 這個六不代表她不好 我可能在30度以內用 我會非常的適合 如果level一二的人呢 她可能30度以上 40度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ok 這些我就給你一個方針 讓你去挑 所以你要去 因為她同時又混了兩個就是 就因素吧 就是溫度跟你皮膚有的程度 還有你那天活動範圍是室外 還是室內的冷氣 這一切都會是變陰 所以她雖然持妝程度對來講是六 可是不是代表我不喜歡她 我就是還是很喜歡她 但是我就是30度以內用 30度以上呢 我就是對我來講就不適合了 因為我程度是五 那如果你是一跟二或三的話呢 或是混合肌 你用會你會非常非常喜歡 再來她的控油程度呢 她對我來講就 就是五左右了 我必須講 因為她算是控油的粉底 但是她是帶有保濕的概念在裡面 她想要打的皮膚的膚質呢 其實不是四跟五 我們這樣子 在40度下面去用她的人 其實我們這種人是 就金字塔 也不是頂端啦 就是擠掃的那一群人 可能她也不需要就是 只賺我們這些人錢 所以她就是把它拉到 比較保濕一點點 讓更多的膚質呢 在夏天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那她的毛孔的修飾度呢 是7左右 她的遮瑕度呢 也是7 因為她非常非常的水 那我剛剛忘記講一下 雅思蘭蛋呢 我會建議你 用就是濕的美妝蛋 或是濕的海綿來上 如果你技術比較純熟的話 你要用粉底刷也是ok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水 所以你不要用美妝蛋好了 我覺得美妝蛋可能會有點把它吸掉 你可以用粉底刷 或是你用整個手就是把它推開 那或是美妝蛋不要那麼的濕 美妝蛋才不會吸走它太多 那海綿的話我會不建 因為海綿可能會把它吸光光 因為它比較水 那它的妝感呢 就是微霧光 微霧光就是你知道霧面 但是就是開了就是 一顆燈泡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微霧光 就是一個燈泡這樣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再來是 也是鼎鼎大名的 這個是 也是非常非常暢銷 是 那它的持妝程度呢 是八顆星左右 也是真的是很高的 然後空容程度呢 是八顆 因為我在看 因為我全部做了一個表格 所以我在看 遮瑕度比較中間一點 所以它毛紅大概遮六顆星 然後呢 遮瑕度大概是七顆星左右 這款完美遮瑕水墳粉底呢 我是Label 5 油肌 我三四十度 絕對用也是ok的 它們兩個的性質就會比較類似 就是它們比較往乾的那邊去 但這個呢 就比較往水那邊去 但是往乾的這邊的人呢 Label 4跟5的 你大概35度 40度你用就是很ok 但是呢 對可能Label 1的人呢 或是混合機的人 Label 1以下那些混合機的人 這些可能對你來講 就是你會覺得 啊 怎麼這麼的乾啊 所以 這些你要真的去搞清楚 它們都是程度 不是分數 那這罐我也是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有一次是 陰錯陽差就是 帶了它 在溫泉裡面 就是泡了這樣 蠻長時間的 不是琴瑟的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泡完起來想說 一看就 妝完全沒有任何的拖 就是一如往常 就是像我剛畫好一樣 這罐也非常非常的強 我也是很愛它 再來下一個呢 是一個新的粉底 是這個 Bobbi Brown的 新出的吧 應該是持久無痕 防水看看粉底 你就叫它運動粉底就好了 這罐粉底非常非常特殊 我先來講一下 它是裡面 所有唯一裡面 達到10的 它的持妝程度我給10顆星 我先講一下它是程度 不是分數喔 先冷靜 碰的程度是10 然後它毛孔呢 因為它比較輕薄 所以毛孔是6 然後遮瑕是5左右 因為它是比較輕薄款的 這一款運動粉底呢 它既然就要用的粉底 它就是顧名思義 就真的就是運動的時候在用 它真的就是 你要去大流汗的時候使用它 會才會剛好 我要必須講 它真的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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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紫 因為它就是一畫到臉上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乾的技術 它真的就是如同文案 它是一秒會收乾化為粉狀 它真的就一秒都不給你知道嗎 一秒都不多給 它就是一秒就收乾了 所以你在插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搭搭搭搭搭搭 然後再馬上抹開 因為你搭搭搭搭搭搭搭 然後你要抹開的時候 它已經全乾了 所以你只能先搭一點點 然後在那邊推推推推開 用手就好了 這一罐就是基本上工具的表 用手就好了 就是邊一點點 邊搭搭搭搭邊上 因為它真的會馬上收乾 你要一定要去運動 就是你要去大 不要跟我說什麼 打狀腿重有點前提發 真的要有大流汗的那種運動 不是那種妹仔去健身房 就是拍拍照那種運動 是你真的要大流汗 因為連我就是中東油田 蛤不對 柯威特油田 等一下Creative today 柯威特油田的人呢 真的插上去的時候 我有點收乾 就是收起來 你知道我哇靠 真的就是緊到不行耶 天啊就是非常非常緊實 我好像回春是不是 我是十八歲 皮膚好緊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收乾 我一去運動爆流汗之後 就剛好了 就是完全剛好 所以它真的要你在爆流汗的時候 用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拿去什麼插在冷氣房裡 你真的會七孔流血 因為它真的是 縮起來那樣子的收乾 真的是好像打了什麼 拘緊雷射什麼之類 好像怎麼臉真的那麼緊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款底妝 然後再來是 因為它馬上收乾了 所以你不能疊擦 今天要講下分 你都可以再擦第二層 那唯獨這款不能擦第二層 原因是因為 它第一層已經受得非常完全的乾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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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乾乾到爆炸的方法 二十年沒有談過年來的人 這樣子的乾 再疊擦的話呢 你第一層會補掉 但是我還是給它很高的評價 原因是因為 我去試了 我就是爆汗的運動 四十分鐘 試運動到內褲都濕了 然後再去洗巴黎 因為我忘記我在測粉底 你看還潑了水 然後就 哎呀Shit 我在測粉底 然後一照鏡子 完全沒有動 完全完全 我的妝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動 很恐怖 所以它就是 真的你要運動用 你日常生活用 你就是會 流血至死 那再來是 也是Bobbi Brown的 這罐呢是持久婚 性感粉底 那你要問說這兩罐差別在哪 這罐是給你日常生活用的 非常非常明確 你日常生活用的 我不要用這個 除非或是你那天去 帶小孩去動物園一整天 就是你臉上 你確保你臉上大概五十五顆 都會濕了流汗的狀態那樣子的 一整天 你再用它 不要輕易就是什麼 流兩滴汗在背上 但是你臉上是乾了 手用它 我會不建議 那這罐就是佛你日常生活的手用 這罐呢 它的持妝程度 我給八顆星 控妝程度給八顆星 毛孔呢 因為它比較輕感 毛孔6 遮瑕6 其實它們三個呢 是比較同系列 也都是偏不是那麼保濕的那種 真的控油的粉底 它就是一個輕薄版的粉磁酒 它在持妝程度跟控油程度 其實跟粉磁酒非常類似 不過呢它差異在 它是輕感粉底 所以它的遮瑕度呢 只有六 但是粉磁酒呢 我是給了八 所以它們兩個其實就是 一個是輕薄的 一個是具有遮瑕的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 你想要遮比較多 還是你想要比較輕 那我兩個都很喜歡 不過 這個呢 我還沒辦法交下 完全的訂閱的原因 是因為我收到它的時候 我還沒有經歷過40度台灣的夏天 所以 控油8 毛孔6 遮瑕6是可以確定的 但是持妝跟控油 8跟8 我先給一個 暫時的感受 因為還沒有經歷過40度 我個人很想要走向40度 才能正確的 就是給出最準確的粉磁 那這差不多就是這個粉磁 目前用起來感受非常好 它就是很控油 然後也很持妝 就是輕薄感的粉磁酒 再下一個呢 也是賣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是蘭蔻的 零粉感超磁酒粉底 這款呢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它的持妝程度呢 是7顆星 控油程度是6 毛孔呢 是8 然後遮瑕呢是7 前面我完全忘記講妝感了 這個對不起 最後會懂整理 這個是我就是死裡霧 就是霧到最霧 霧到就是大霧裡面 沒辦法開車那種霧 這個是開了大概也是一個燈泡 微霧光開了一個燈泡 那這個呢就是也是全霧面 這個是裡面最霧霧到爆炸的那種 這個蘭蔻呢它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它呢對我來講呢就是LV4跟LV5的人 我覺得你32度以上你用的時候 我覺得會沒有那麼適合 它是控油的底妝 但它要有保濕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它跟這個 其實會是比較是同一系列 是偏保濕概念的控油底妝 那沒有不好 很多混合肌跟乾淨的你夏天是可以用的 或是LV1的油肌你會很喜歡 那是如果你是LV4跟LV5的話 你30度32度以上的話 我覺得你先不要用這一罐 但32度以內我覺得用這一罐 我用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或是30度吧 我有點抓不太清楚那個溫度 大概就是那裡那種 但是40度我35、6度以上 我是絕對不會用它 因為它對我來講不夠 但是它對LV1的人 或者是混合肌或是乾淨的人來講 沙漠的人來講 你會覺得很OK剛好 所以它真的就是 對每個人來講它真的是不一樣 這幾個粉體都是這樣 但是我今天會拿出來講 它們都是我都是喜歡的 然後它們也不會製痘痘 然後也沒有卡毛孔 也沒有浮粉 它就是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我生命的旅行當中這樣出現 那這一款它針對的是比較大眾的膚質 因為畢竟我是五 真的是天秤最右邊的那個極端值的那個小圈圈 那個集合 所以呢這款粉底呢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喜歡 然後它的遮瑕度 遮瑕度蠻好的 它遮瑕度有漆 所以它遮瑕度跟粉質酒其實蠻類似的 只差了一顆星 那毛孔呢我覺得也遮得很好遮得 8個我覺得它跟粉質有遮瑕孔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控油呢大概是6左右 所以總程度實在講它是6 所以我就一樣了 我的那個天氣最熱的時候我不會用它 再來呢我是覺得很特別的一款粉底 是資深堂的超進化持久粉底 這款粉底呢主打是控油 我在查了官網它的確是講控油 但是我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們行銷team搞錯了 因為它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不控油 但是我先必須先強調我不覺得它差勁 但是我會覺得我冬天用會覺得比較適合我 因為它實在是太不控油了 今天我在錄影的今天呢天氣非常的涼 下大雨天氣是蠻涼的 不至於要穿長袖 但是就是偏涼可能26、7度之類的吧 但是我的鼻子 我在整氣房裡面工作很快大概化完妝一兩個小時 就鼻子是整個是涼的 經過一整天我已經補完妝了 但經過一整天的實測 它對我來講非常的不控油 但是它出了之後妝感是好 它沒有那些白芝麻就是粉浮到美國那樣子的現象 就是純粹的臉就是18銅的那樣的量就是奶油肌 所以我會覺得這罐它應該會是適合 如果你夏天用的話 你應該是油田level 1以下人用 跟混合肌跟乾肌的人夏天來用 這樣子的概念 我覺得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對我來講就是真的很保濕 對所以呢我的持妝程度我給它是6 然後它的控油程度我只給3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沙漠的話我覺得你就會喜歡 但是我冬天的時候可以用 不過它的毛孔跟遮瑕呢我都是給7左右 所以這個粉底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另類 是因為它主打就是它躲空有躲空 可是它對我來講真的我控油程度只能給它3而已 就是想說習慣是不是他們 日本總公司就是搞錯方針還怎麼樣 因為它對我來講它是一款冬天用的粉底 但是如果你們有別的反饋的話也歡迎就留言在下面給我 我不會覺得它不好 我只是覺得我要冬天秋冬的時候用它 我不會在夏天的時候用它 我大概在27度以內我才會用它 28度我就覺得太熱了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罐粉底就是很妙 那雖然我呢我今天1234567 喔我今天講7罐粉底 對我的標題下7罐粉底 但其實有一罐隱藏版的第8罐 是Dior Forever 它叫forever就是隱藏到永遠這樣 Dior Forever改版太多次 改到最後其實我手上還有兩款不同包裝的Forever 但是我已經改到我已經不知道它到底改去哪裡了 但是Forever呢它也是講說 Everlasting 我只要看到任何就是Everlasting持久的東西呢 我都會忍不住就是想要就是嘗試一下下 不管是粉底液還是You know 啊啊啊 我在逛國外Sophore的時候 看到Everlasting我才有說直接放進我的購物車 就直接放進我的購物欄 再來這個是24hr wear high 就是它其實24小時 但是這兩款粉底液我明明都用過 但是卻讓我沒有任何印象 我會覺得奇怪 我是什麼失意嗎 我是夢遊的時候用嗎 還怎麼樣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它表示它也不難用喔 因為如果難用的話 我真的一定會記得 但是它連難用都沒有 然後我就完全相信 就對forever就是失意 就是我的Database裡面就是沒有這段 沒有這段機 就整個就空 我想說怎麼辦你講嗎 好像可能會被封殺一輩子 哈哈 頭髮會被封殺嗎 我覺得Dior Forever的粉底呢 真的就是可能跟你身邊當中就是 發生過關係的男生一樣 然後 技巧真的是太平庸了 導致就是毫無記憶一點 我真的就是想到就是 最能形容Dior Forever的粉底了 就是真的沒有不好 因為不好你一定會記得嘛 想說譬如說就是 太快啊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 你像他們兩罐白還是沒有 我真的還是想不起來 就是 任何有關他們的記憶 但我明明都用過兩三次 我真的想不起來 然後你腦袋就有那麼多浮現 某幾個男生的臉蛋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一定是不是有浮現 是不是有 就是就是那樣的概念 就是你這麼想不起來 習慣 就到底是什麼 就真的想不起來 最後呢 來做個總表格在這邊 總表格呢 你現在可以卡 因為這樣子你才會記得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科興數 就是好好的分析了他們 那這張卡圖呢 你可以把它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這樣子呢 你要去購買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該該買這個 該該買這個 好回來 就是又是我 就是我的臉旁在這兒 所以以上這些分析呢 真的 不是說好壞 真的就是 不同的膚質 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 你老皮膚 就是你要遮多少什麼這樣 你自己想辦法 你這大人呢 你知道我這影片錄太久 我現在真的真的有點就是 你要已經ㄎㄧㄤ掉了 好啦總而言之呢 要不要訂閱就隨便你 那希望這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囉 控油至尊 再次下台鞠躬 掰